我是女主的师父 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小徒弟 因为穿梳者的出现 与我反目成仇 他当着众人的面 让我身败名裂 还用剑指着我 说要与我生生世世 永不相见 后来 我死在了他大婚荡人 他却发起风来 我是修仙门派 望秀宗的掌门 但应该很快就不是了 因为我最疼爱的小徒弟 江峰迪 正当着全宗门的面 逼我退位 他把那些莫须有的罪证 一样一样地摆到众人面前 义愤填膺地指控我 杀人夺宝 谋权害命 劣迹斑斑 实为名门正派之耻 他说 上面这些我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对阿姚下手 那日 若非我发现了及时 他就被你从茫茫崖上推下去了 当真是好狠的心肠 我盯定地看了他一会儿 轻声道 阿峰 你真的认为 这些事都是我做的吗 比如推他下牙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他自导自演的呢 江峰迪目光冷淡 声音决绝 都是我亲眼所见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沈卓绝 看在师徒一场的情分上 我不与你动手 但这掌门之位 你今日是退也得退 不退也得退 否则 他手中常见指向我 就休怪我对你不客气 剑身反射着凌冽的寒光 刺得我眼睛疼 我不由恍惚了一下 我们之间 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步田地的呢 当初 我从几个邪修手中 就下了涉事未深的他 联系他无父无母身世飘零 又看中他骨骼轻奇 天资过人 便将他收为真传弟子 带回了望秀宗 这么多年 我细心栽培他 在他身上 倾注了无数的心血 终于将他培养成全宗门 最出色的弟子 而他也总是寸步不离地 粘着我 望着我的眼神亮晶晶的 像有星河流淌 直到那个叫楚遥的少年 出现后 这一切都变了 他是通过层层考验 被选入门中的新弟子 聪明 自信 永远胜券在握 这样骄傲又明亮的少年 走到哪都是受人瞩目的 偏偏他还带江峰迪格外特殊 寻各种各样的由头 跑来接近他 一口一个师姐 叫得又乖又甜 久而久之 我的小徒弟 同他越走越近 也与我渐行渐远 到如今 他看着我的眼睛里 再无昔日的仰慕与依恋 只剩下无限的增悟与厌烦 想到这里 我心头一酸 与此同时 楚遥拉了拉江峰迪的衣袖 温声道 师姐 我这不是也没事吗 掌门纵有千般不对 毕竟与你有恩 你不该用剑指着他 阿瑶 你就是太善良了 所以才叫奸人有机可乘 江峰迪的目光柔软下来 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 接着又用那种声音的语气对我道 沈卓绝 你走吧 滚出望袖踪 我与你 生生世世 永不相见 门中其他人也纷纷道 沈卓绝滚出望袖踪 群情激愤 人人喊打 我不禁露出一丝苦笑 就在我转身要离开的时候 江峰迪突然道 等等 他常见一挑 一见雾石从我身上掉落 是一个香囊 香囊的正面是一轮明月倒映在江水中 江边有一束枫叶和一丛笛花 背面则绣着一个歪歪扭扭的绳子 这是当年他亲手所绣 赠予我的礼物 我一直配着 从未离过身 现在他却默然地对我说 即使要一刀两断 就把香囊留下 你这个败类 不配再带我的东西 我得心有亏 被逼退位的消息 很快传的人尽皆知 不管我走到哪里 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他就是那个人面兽心的 旺袖宗前掌门沈卓绝啊 听说他桑尽天良 无恶不作 结果被徒弟当众拆穿真面目 撵出宗门 成了丧家之犬 可不吗 要我说这种人就是活该 得亏他那得意弟子有胆识 明示力 不然大家都还被他蒙在鼓里呢 是啊是啊 大家也别傻站着了 沈卓绝就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替天行道 除了这恶贯 于是接下来围观的人 一拥而上 有火攻的 也有用水的 各式各样的法术 纷纷往我身上招呼 等我好不容易脱身 手里拎的准备 带回去煲汤的老母鸡 早已不知去向 刚买的新鲜菜书 也被采得一地狼藉 不知道喜喜还能不能吃了 我叹了口气 最后在路边打包了一碗汤饼 汤饼热气腾腾 又香味扑鼻 很能抚慰人心 然而 我还没吃上两口 嗓子眼就突然泛起一阵心甜 我忍了忍 没忍住 挖得吐出一大口血 又来了 都已经是这个月第三回了 还能不能让我好好吃顿饭了 刚想收拾残局 我眼前一黑 身体晃了晃就要栽倒 一双手及时将我稳住 同时 一个声音紧张道 师父 你怎么样了 我定睛看去 原来是我的另一个真传弟子 关秋 此刻 他正一边扶我坐下 一边扣住我的脉门细细查看 我得了消息 就立刻赶回来了 不料还是迟了 阿峰这个死丫头 怎么敢这么对您 明明您身上的毒都是 为他种的 他却什么都不知道 我打断他 小秋 你下山这些时日 可有寻到解药 关秋目光暗了暗 情绪低落到 还未 不过师父您放心 我一定找到医治您的办法 我笑笑 师父相信你 但其实我心里清楚 这毒早就渗入脏腑 我已经没几月可活了 江峰迪说 要与我永生永世不复相见 他很快便能如愿了 之后的一段时日 关秋天天待在我另居的月白小院里 盯着我喝药 我赶他回去他也不走 他说 现在的望秀宗 早就不是当初的望秀宗了 阿峰这个笨丫头 被楚遥那家伙 蛊惑得五迷三道的 除了他 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现在又顶替了您的掌门之位 我可不想去出他的眉头 我也只好游他去了 毕竟随着毒性蔓延 我的精神也越发不如从前了 常常是昏尘的时候多 清醒地收手 偶尔我醒来 看到关秋坐在我床边抹眼泪 我想安慰他两句 却被五内的剧痛 撕扯地说不出话来 他嚷着要去找江峰迪 把一切都告诉他 结果回回都被江峰迪扫地出门 江峰迪说 沈卓绝又在欣欣做太个什么劲 再拿他的是来烦我 小心我清理门祸 一来二去的 关秋也就死心了 他变得越来越沉默 直到有一天 望秀宗放出消息 说新任掌门江峰迪 不日将与同门楚遥结为道理 举宗同庆 共襄盛举 还邀请各派人士前去官礼 得知此事后 关秋破天荒的破口大骂了一场 还砸了几副碗筷 心疼得我眼泪差点掉下来 这可是我花好多好多零食买的呀 真是个倒霉孩子 闲时 关秋也会带我出去晒晒太阳吹吹风 被暖暖的日头一照 什么阴霾都散去了 有日他一时兴起 想吃琵琶楼的糕饼 我们就一道去买 然而 一踏进琵琶楼的大门 我们就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楚遥与江峰迪 他们也瞧见了我们 江峰迪的脸色刷得一下就黑了 仿佛光是看到我就污了他的眼睛一般 不耐烦道 沈卓绝 你跟踪我 站在他旁边的楚遥则挑了挑眉 神情中透出几分嘲弄 我还没开口 关秋就按捺不住了 连猪泡似地道 琵琶楼是你家开的 就许你们来买东西 不许我们来 不要太自作多情了 再说了江峰迪 你可还记得 你的十五岁生辰 就是师父带你来这里过的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江峰迪下意识看向我 目光有一瞬地闪烁 那一年他急急 我在琵琶楼 为他点了一大桌他爱吃的菜 之后又在窗边施法 为他放了一场绚丽的烟花 整片夜空 都被流光溢彩的花火 映得亮如白昼 目之所及 只有反反复复的一行字 江峰迪生辰极乐 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转过头望向我的时候 我迎着他的目光笑了笑 柔声说 阿峰 今后就是大姑娘了 师父助你 且喜且乐 且以永日 现在回忆其往事 他的脸色稍稍缓和 刚要张口说些什么 楚遥忽然道 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关师姐倒也不必这么咄咄逼人 于是他又冷哼一声 讥讽道 关秋 也太护着他了 你真应该擦亮眼睛好声看看 他沈卓绝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应该擦亮眼睛的那个人是你 关秋忍无可忍 拔剑刺去 和江峰迪缠斗在一起 只是他们实力悬殊 很快关秋就落了下风 眼看江峰迪手中长剑 就要贯穿他的腹部 我一把握住了那锐利的锋芒 利刃划破我掌心的同时 又鲜血往下滴落 关秋大惊 师父 江峰迪面色也变了变 旋即他收回剑 不自在地道 谁让你们先动的手 关秋没有搭枪 而是忙着为我包扎伤口 我忍着痛意 问江峰迪 阿峰 你当真一点旧情都不念了吗 他腻我一眼 别过头去 是 我早先便说了 与你恩断义绝 我就要和阿瑶澄清了 你以后也别再缠着我了 说完 他就挟着 楚遥同我们擦身而过 他走后 我又感到一阵气血翻涌 想必是刚才硬接下他那一剑 被剑气给震伤了 关秋见我脸色不对 一边源源不断地把灵力输给我 一边自责道 都是我的错 师父身体本来就不好 我还害您又受伤 我眼唇咳了两声 默默藏好袖口的血迹后说 不关你的事 只是以后 师父如果不在了 你可万万不能在一起用事了 他能得硬下了 我推推他 催促道 快去看看板力苏做好没 师父都快馋死了 那日我们在琵琶楼起冲突的消息 不进而走 传的那叫一个满城风雨 一时之间 大街小巷 茶坊九四 有了新的谈资笑料 听说那个被逐出宗门的沈卓绝 又舔着脸 去骚扰江掌门 和他的未婚夫婿了 哎哟哟 这人的脸皮可真是 堪比城墙拐弯啊 谁说不是呢 都到这个沈卓绝 早在很多年前 就对自己的徒弟 存了不该有的心思 眼下人家有了自己的如意郎君 他爱而不得 所以才死缠烂打 结果人家瞧不上他 还把他给教训了一顿 现在好了 成了笑饼一个了 老话说得好 癩蛤蟆想吃天鹅肉 这个沈卓绝 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货色 就敢肖想人家风华绝代的江掌门 人家和光风际月的楚仙师 才是天生一对好吗 最讨厌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要我说 江掌门真是够仁慈的了 是我就把他那对眼珠子挖出来 看他还敢不敢对我有非分之想 听到这里 我忍不住道 这位道友 这多少有点暴力吧 那人振振有词 你不懂 对于这种无耻之徒 就该以暴之暴 我说 好吧 他看着我 突然面露狐疑 这位道友 为什么我瞧着你 似乎有几分眼熟 我说 你一定是瞧错了 然后 趁他绞尽脑汁回响时 我镇定的溜之大吉 等到了外面 我又被关秋当场抓爆 他铁青着脸 师父 不是都跟您说了吗 不要来这种地方 不要听这些闲言碎语 他们这些人 就知道以鹅传鹅 人云亦云 您总听这些 不利于您敬仰 可是 真的只是以鹅传鹅吗 也不尽然吧 其实就像他们说的那样 我还是有对江峰迪 动过心的吧 所以才会将他绣的香囊 一直戴在身上 所以才会带他 瘦下那发作起来 令人痛不欲生的凝闲之毒 所以才会希望他 往后余生都平安喜乐 哪怕 我再也看不到了 这些不能宣之于口的秘密 我要让他们随着我一起 尘归尘 土归土 我笑着摸摸关秋的头 知道了 下次不会了 我们走吧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预感到 自己所剩的光景 也越来越少 于是我花了几天时间 将这些年 在凡间所办善堂的名字 都悉数列在一张纸上 并把这张纸交给关秋 请托他在我死后 替我继续打理 然而我话音刚落 他就红着眼 将那纸揉成一团 还把纸团置在地上 您自己办的善堂 您自己管 我可不替您管 您最好长命百岁地活着 否则善堂里那些 等着救济的老人孩童 我看都不会去看眼 说完他就夺门而出 我叹了口气 只好又弯腰 将地上的纸团拾起来 吹掉上面的灰 再平铺在桌子上 这孩子 气性还是一如既往的大 终于 到了楚遥 与江峰迪大婚的那日 他们二人 在望秀宗大摆宴席 喜迎天下课 笑纳四海兵 而我也混迹在 赴宴的人群中 本想不惊动任何人 在临死之前 最后看一眼徒弟 成亲时的样子 不料还是被认出来 并且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戴的围帽 被人无意间撞我 在看清我的面容后 那人嚷了起来 大家快看啊 这个不是沈卓绝吗 他怎么有脸回来 怕不是还不死心 想抢亲吧 众人的目光 本来都聚集在 即将拜天地的一对新人身上 文言统统朝我的方向 看了过来 一时间 他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 真的是沈卓绝 他鬼鬼祟祟的出现在这里 肯定没安好心 将掌门的大喜之日 他不请自来 推杀风景 幸好发现得及时 不然这渣子 还不知道要是什么坏呢 要我说 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 将掌门当日 就不该顾念旧情 将他杀了才好呢 省得他成天阴魂不散 看着就闹心 江峰迪也掀开盖头 朝着我这边走了过来 一身大红喜福 趁得他眉眼 格外明念动人 他皱着眉头 张口便是一句结问 沈卓绝 你又来这里做什么 我不是警告过你 让你别再缠着我了吗 周围安静下来 像是在等我的说法 造成现在这个局面 实非我所愿 目光痴痴地 在他焦好的面庞上 流连片刻后 我说 阿峰 师父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最后再看你一眼 我摸出那枚 早先就预备下的玉簪 轻轻放到他手里 本想把礼物放下就走 结果还是被发现了 阿峰 这只簪子送给你 祝你和楚遥 永结联筹 共蒙冤蝶 江峰迪拿着那簪子 有虚余的尸神 但下一瞬 他狠狠将簪子灌在地上 翠响声中他说 我不要你的东西 这里也不欢迎你 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我看着那碎了一地的玉 心口仿佛被什么东西 扯了个大洞 冷风不停地往里面灌 吹得我整颗心都发木了 与此同时 周遭的人像是才反应过来 一片哗然 江掌门干得漂亮 我早就说过 这人贼心不死 还送什么老狮子玉簪 演出这副深情的模样 给谁看 就是 好好的日子 全叫他给破坏了 大家快一起 把他赶出去 沈卓觉滚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 他们说着说着 还有人直接上前来推散我 江峰迪冷眼看着这一切 连句劝阻也没有 我不由低下头 自嘲地笑了笑 沈卓觉 你可真是个漂亮小丑 就在这时 一阵熟悉的痛楚涌上心头 身边的人还在拉扯我 我却突然一口温热的鲜血 涂在衣经之上 月白的衣裳 将烟红的血迹 称得格外醒目 我不免有些懊悔 早知道穿件深颜色的衣服出门了 这下回去还得洗 但今日的情形 却又似乎有些不同以往 独发的疼痛 没完没了地向我袭来 我一口接着一口的呕屑 感到身体 正一点点地变冷 拽着我的人 吓得猛地松了手 我跌倒在地上 意识如同漂浮在 茫茫海面上的一夜偏周般 起起伏伏 模糊间 我听到他们说 不关我的事 是他自己莫名其妙 就开始吐血 别赖我头上 天啊 怎么这么多血 他不会要死了吧 大家先别慌 这小人狡猾得很 怕不是又在演戏 想不得将掌门的同情吧 天地良心 我可没演戏 我这回是真的要死了 再后来 关秋的身影出现在了视线里 他奋力拨开人群 冲到我的面前 小心翼翼地将我半扶起来 他用带着哭腔的声音道 师父 您再撑一会儿 小秋这就带您离开 我伸出手替他擦擦脸上的眼泪 勉力传出一个笑脸来 对不住啊 小秋 师父还是背着你 偷偷到这里来了 你不会怪师父吧 他拼命摇头 一哄哄暖流 经由他指手 进入到我的四肢百孩 小秋怎么会怪您 小秋只是心疼您 疯丫头那么对您 您还总念着他 听小秋 的 咱们以后离他远远的 再也不给他机会伤害您了 以后吗 我听到自己 饥不可闻的一声叹息 可是小秋 我再也没有以后了 意识从身体里剥离的瞬间 我的手 也从关秋脸颊旁边缓缓垂落 他悲痛道 不要 我的魂魄飘出了肉身 一直飘到半空 却没有立刻散去 而是以俯视的姿态 眼睁睁地旁观着 下方发生的一切 我看到自己静静 躺在关秋的怀里 是气息一绝的样子 白衣上大片大片 染着方才我呕出的血迹 瞧着分外触目惊心 我又将目光移向江峰迪 本以为深恶痛绝之人已死 他会拍手称快 结果 却见他像被试了定身咒一般 愣愣地站在原地 满脸的不知所措 半晌 他才吐出一句完整的话 关秋 你们又在搞什么名堂 闻言 关秋抬起头 脸上油渍挂着泪珠 他咬牙切齿道 江峰迪 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师父他死了 因为你 他生受着毒发的痛苦 含冤墨白地 在千夫所指中死去了 你满意了 毒发 江峰迪正道 他中毒了 是啊 中毒 中的还是无药可解的宁闲之毒 关秋恨恨道 你知道他是如何中的毒吗 那年你下山历练 不知道招惹了谁 满身是伤得回来 一到山上什么话也没说 就昏了过去 师父心疼你 心疼得不得了 替你疗伤时 发现你竟然中了天下七毒凝闲 师父不假思索 就让我协助他 将你体内的毒引到了他自己身上 还骗我说他修为高 这点毒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这些年 我眼睁睁看着他的身体 一点点衰弱下去 还要时不时地忍受毒发的折磨 却什么也做不了 江峰迪 江峰迪难以置信 他不是跟我说 那只是寻常的毒 早就化解了吗 怎么 师父他怕你担心 瞒着你罢了 像是想到了什么 关秋冷笑一声 之前我有几次去找你 想将此事说 与你听 你却把我赶了出去 还说什么在拿师父的事来烦你 你就清理门户 你记不记得 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 神情赋佑变得哀伤起来 现在师父死了 再不会有人拿他的事去烦你了 你终于如愿以偿了 江峰迪猎切着倒退了几步 楚遥眼几手快地掺住他 他却推开楚遥的手 静止向着我走过去 关秋见状 紧紧护住我的尸身 警惕道 你又想干什么 他恍若未闻 只伸出手去碰我 他叫 沈卓绝 没有人应声 他的指尖微微颤抖起来 他又道 沈卓绝 你睁开眼看看我 我看着他徒劳无功的举动 心里只觉得无限悲哀 关秋嘲讽道 之前师父还在世的时候 你将他的心意气如碧履 现在他死了 你又撒娇撒吃给谁看 江峰迪没理睬他 掐了个绝我的尸手 便到了他手里 关秋勃然大怒 就要上前抢夺 他手一扬 直接竖起到结界 将关秋困在了里面 关秋在结界中 使劲浑身解数反抗 结界外众人瞠目结舌地 目睹着这一连串变故 江峰迪都视而不见 他抱着我已经凉头的尸手 口中喃喃道 沈卓绝 你醒醒 同我说句话 他一低头 瞧见那散落一地的碎玉 便一手抱着我 一手去捡食 他说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 砸碎了你的玉簪 所以才不肯同我说话 那我这就把他们 都捡起来拼好 他用法术轻而易举 将那些碎玉 重新拼凑成一只完整的簪子 然后献保似的 把它捧到我面前 你看 我已经拼好了 你不要再生气了 好不好 依然是一片死寂 此时 结界里的关秋道 晚了 这玉簪是师父亲手雕琢的 就为了在今日 当作新婚礼物送给你 你却在众目睽睽之下 将他摔碎 现在欲已碎 人已是 你就放过师父吧 别让他死后 也不得安宁 泪珠一颗接一颗的 从江峰底眼睛里滚下来 有的低在我的眼角 仿佛是我落的泪 他不断地重复着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 你是非不分 颠倒黑白 你光凭一张嘴 就让师父成了千古罪人 关秋的表情很复杂 交织着愤慨与悲悯 虽然不知道 你那些证据 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但你和师父相处那么久 当知道 师父是个再好不过的人 你刚来望秀宗 那会经常整宿整宿地 睡不着觉 是师父每晚为你讲故事 哄你入睡 你修炼遇见瓶颈 是师父带着你 游历世间寻找机缘 助你突破 甚至你金丹有诚实 那四九三十六道雷结 都是师父替你抗下的 关秋顿了顿 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纸 正是之前我列给他的单子 还有这张纸 这张纸上写的 都是师父这些年 在凡间办的善堂的名字 他一直在默默地 扶危记困 帮助弱小 这样的人 又怎么会是杀人夺宝 谋权害命之人呢 江峰迪没有说话 他只是一味地 为我擦拭着唇边的血迹 然而却怎么擦也擦不干净 最后就连他的洗服上 都沾上了血污 围观的宾客们 好像此刻才回过神来 这回他们 终于不再重口一词地 谩骂于我 难道真如那个丫头所说 是我们冤枉了沈卓绝 哎呦 你们刚才离得远是没看到 沈仙尸死死之前那邪兔的 嘖嘖嘖 还有他看江掌门的眼神 也是妻妾的不似作为 令见者心碎啊 左妞 丘丫头这么一讲 我忽然想起来 从前沈仙尸当掌门时 哪个门派有难他 都会不求回报的 顺手帮扶一把 确实不像是唯利仕途之人 在嘈杂的人生之外 我突然听见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这个声音冰冷 突兀 闻所未闻 警告宿主 攻略对象的好感度正在下降 现已不足90% 好感度已降至70% 50% 紧接着 我听到楚遥气急败坏的叫嚷 闭嘴 就知道吵吵 吵得我头疼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的吗 谁知道沈仇爵这废物 说死就死了 死就死了吧 没想到女主 还对她于情未了 竟然都影响到对我的好感度了 我意外地朝她看过去 却发现她 仍旧是一派镇定的样子 嘴唇也紧敏着 不像是在说话的样子 可刚才那分明就是她的声音啊 我不有有些呐喊 这时 江峰迪抬起头 她直视着楚遥 缓缓道 阿瑶 那些证据都是你收集来的 我也从未怀疑过你 现在我就想问你一句 那些弃竹难说的事 真的是我师父做下的吗 还有当日在茫茫芽 真的是她要将 你从芽上推下去吗 她顿了顿 继续说 当时我光顾着着急 却不曾细想 可是阿瑶 为什么刚好就这要求 我一到茫茫芽 就撞见 你从山芽上坠下 说约在茫茫芽见面 要向我讨教剑法 我本来还在疑惑 讨教剑法去那里做什么 但很快 我就明白了 江峰迪闻讯赶来之时 她忽然声泪俱下地指控我 掌门 弟子不知道 自己哪里做错了 竟让您下次毒手 随后便踉跄着 要翻下 那魔器丛生 能吞噬修仙者 血肉筋骨的深渊 结果当然是江峰迪 一把捞住了她 她虚弱地 靠在江峰迪怀中 嘴里还说着 师姐 你不要怪掌门 想来定是我 哪里不懂事开罪了她 因此 她才要清理门户 江峰迪护着她 满眼都是 师而复得的后怕 和对我深深的敌意 她立声指责我 沈卓绝 自从阿瑶成为 内门弟子以来 你就一直在为难她 一日为师 终身为辅 之前的那些 我们也就忍了 现在你竟然想要她的命 江楚遥带去疗伤前 她留下一句 我对你真的很失望 可我明明从未想过要害她 之前的种种 也都是她为了 使我们离心 而故意耍得把戏罢了 然而那段时间的江峰迪 就像被楚遥灌了迷魂汤一般 不论我如何辩解 她都是听不进去的 只会当我是在巧言吝啬 现在我死了 她也终于肯冷静下来 仔细思考其中的隐情了 楚遥强行做出无辜的神情 她说 师姐 你这是在怀疑我吗 我却听见她方寸大乱的心声 系统 系统 你不是说 她对咱们为沈卓绝捏造的那些罪证 深信不疑吗 她现在问我这个又是什么意思 那个名为系统的陌生声音 毫无感情道 谁让你做事拖泥带水 不早点把沈卓绝这个变数除掉 现在 你自己想法子收场吧 不过我可警告你 一旦任务失败 女主对你的好感清零 我会就地将你抹杀 没有重来的机会 楚遥又骂骂咧咧了些什么 我却没有再听下去 一直以来的疑问 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我们所在的世界是一本小说 所有人都不过是小说中的角色罢了 而楚遥作为一个穿输者 她接到了任务 要在系统的帮助下 攻略这个世界的女主 也就是我的徒弟江峰迪 因为系统检测到 江峰迪对我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 所以她才在系统的受益之下 百般诬陷和诋毁于我 还凭空捏造出那些莫须有的罪证 使我堕入万劫不复 怪不得 怪不得事情 总能按照她的心意发展 怪不得她一出现 江峰迪对我的看法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怪不得 我只有在死后 灵魂彻底脱离了这个世界的禁锢 才能洞悉事实的真相 这荒诞而可笑的真相 等我回过神来时 我听到楚遥又想 不妨是 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 我冤枉沈卓绝 女主就不会彻底咽弃我 等风波过去了 那些失去的好感 我还可以再重新攻略回来 可就在这时 一名望秀宗的弟子突然道 我听说茫茫牙边上 有棵歪脖子树 树上常年栖息着几只鸭雀 其中有只已然成了精 一张脸 闻言 楚遥顿时面灰如土色 鸭精很快就被江峰迪命人捉拦了 他扫了一眼 正眼巴巴望着他的楚遥 然后一五一时到 那天确实没有人推这位仙师下山崖 另一位仙师 一直在和和气气地同他说话 未曾对他出过手 真相大白 在所有人不齿的目光下 楚遥无力地摊坐到地上 他千算万算 还是没算到 竟然会有目击者为我作证 我不有苦笑了一下 原来为我洗清冤屈 是件如此容易的事情 只要江峰迪几句话就能做到 可他此前却从未动过这方面的念头 系统音再度响起 宣判了楚遥的结局 好感度已清零 任务失败 抹杀程序即将启动 与此同时 江峰迪的剑也出了窍 并抵住了楚遥的脖子 他红着眼道 所以 这一切都是你污蔑的我师父 楚遥先是一抖 但紧接着他大笑起来 他说 是又如何 谁让你们识人不清 这么轻易 就受了我的挑拨 我不光在这件事情上 污蔑了沈卓绝 就连当初那些指证他的证据 也是我让系统帮我伪造的 看着你们被我 玩弄得团团转的样子 别提有多爽了 现在你们知道了真相 又能怎么样呢 你江峰迪就是把我杀了 你的好师父也回不来了 据说宁闲之毒 发作识剧痛无比 犹如有千万只虫蚁 再肯念你的心肝脾肺 他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下惨死的 临死前 还要受你的冤枉和冷眼 想想就可怜 江峰迪听不下去了 他怒斥道 你给我闭嘴 下一刻 他手中长剑 划开了楚遥的脖梗 血花似箭 在众人摒弃脸系的注视下 尚穿着大红喜服的新郎 死死瞪着一双眼睛 倒在地上咽了气 安静了片刻后 这些人又开始焦头接耳 真是罪有应得呀 泽泽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只是可惜了沈仙师 都赖小人作祟 害我们错怪了他 你还说呢 之前碾他出门的时候 就你起哄得最起劲 现在知道冲好人了 诸位 就没人关心一下将长们吗 大婚之日 先是冤枉 并逼死了自己曾经的师父 接着又手扔了蒙蔽自己的新郎 他现在一定很不好受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 先前看沈仙师那副样子 既不辩解 也不诉苦 怕不是一早就心灰意冷 并因此放弃治疗了吧 他们讨论的热火朝天 江峰迪浑然不觉地反身走向我 他用手指抹撒着我的眉眼 温柔道 沈卓绝 我替你报仇了 沉默了许久的观秋忽然道 你若当真有心 不如早点让师父入土为安 他一向喜欢清静 这世间纷纷扰扰 我怕吵着他 是啊 等我的尸身下葬了 我应该就可以自行往生去了 江峰迪却看也没看他一眼 拥着我的尸身淡淡道 谁说师父死了 我会用尽一切办法救他复活 我要他还像以前一样 长长久久地陪着我 江峰迪说到做到 接下去的很长一段时日 我的尸身都被他用上古禁术 保存在掌门殿中 此外 试图通过他们换回我的生机 中间观秋来闹过几次 控诉他弃尸灭祖 还不尊重死者 都被他挡了回去 他说 观秋 难道你就不思念师父 不想再见到师父吗 我觉得 他委实实有点走火入魔了 他还致力于用各种途径 为我搜集证据 洗刷冤屈 比如 一品领保兵权剑的主人 其实不是我杀的 兵权剑是他 为了偿还过往的恩情 在弥留之际 亲手送给我的 比如 我的掌门之位 不是靠谋害同盟得来的 反而是我的那名竞争对手 试图暗杀我魏国 被自己偷偷修炼的邪术 反射而死 再比如 我不仅没有勾结邪修 将无知少女骗去做炉顶 还从他们手中 救下过不计其数的受害者 没洗清一条罪名 江峰迪都会来告诉我一声 也不管我到底能不能听到 他将脸贴在我的手心上 就像昔日像我撒娇时那样 神情却十分落寞 他说 沈卓爵 我就快还你清白了 可你为何还是不肯醒来 我真的好想你啊 我就站在他身边 特想对他说一句 阿峰 我都已经放下了 你也早日向前看吧 楚遥说你是女主 那你的人生 应当有更广袤的风景 而非居于异于 止步不前 所幸江峰迪 到底还是没有一蹶不振 他重新拾起了修炼 并且比从前更勤学苦练了 他说 沈卓爵 我知道你一定不想看到 我继续为米不振下去 你放心 我会好好修炼 你的望秀宗和善堂 我也会替你好好打理 我不会再让你难过了 他的天赋本就过人 在加倍努力的修行下 很快便突破层层关卡 抵达渡劫之境 终于有一天 他的周身升腾起一圈 淡淡的金色光芒 我知道 他这是要飞升了 修行界 也有近百年无人飞升了 在所有人艳羡的注视下 天地间所有的灵气 都仿佛向他聚拢过来 拖着他浮到了半空之中 再后来 他身上的金光越来越盛 直到仙界的穷楼玉宇 出现在了天边 沙石便盛满了银银的水光 开口时是既期待 又害怕期待落空的模样 沈卓绝 是你吗 我终于又见到你了 他急着伸出手 想要触碰我 你看到了吗 我现在就要得到了 你随我去仙界 我们永远在一起 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 他的手指 却静止穿过我的魂体 出了个空 看着他茫然无措的样子 我摇摇头 轻轻道 恭喜你 阿峰 只是这仙界 恐怕要你自己一个人去了 你也看到了 我早就死了 是你的执念将我强留在这世间 等你成功飞升 便也是我踏上轮回路之时了 耳畔隐约响起鸟鸟的仙月 前来迎接的祥云 也出现在了视线里 我说 去吧 去追寻你的仙缘吧 不要再回头了 在我灵魂消散前的最后一刻 我看到江峰迪 寒泪踩上了那朵云彩 她的嘴唇吸动着 依稀是在叫我的名字 我却听不见了 恍惚间 我回到了当年 她刚拜我为师的时候 日光透过树叶的下戏 斑驳地投在少女 清理的面庞上 她笑音音脆声声地同我道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